這一幅作品我主要是要表現台灣在清朝的時代 那麼在台中市 他其實曾經要建設一個虎城 也就是說要把台灣虎把它放在台中市 那說是劉明傳 他因為他在台北在南部都受到一些當地的士生的反對 所以他想要在台灣建的虎城 那麼當時在日治時代 日本來了以後他又重新規劃 重新規劃 所以把那些的城把它拆掉了 其實當時城也沒蓋幾個 那為了就是現代化把它改成道路 那麼這個地點大家可以看得出 這是我們台中的那個蜀麗醫院 那麼以前在蜀麗醫院的那一棵榮樹 前面虎前路跟沙明路路口有一個榮樹 那一百多年了 那麼這榮樹的這地方 就是路口 他就是一個淺建森 就是小點森的意思 是蓋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一個榮樹 這一個榮樹他可以見證 台中的百年的歷史 這就是以前台灣在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歌舞生平的一個時代 也是蠻複數的 蠻複數的 那現在呢 蜀麗的根底 那是上面是以前的一百多年前 底下都是我們現代的一個 台中市的一個都市 這是一個對照 好嗎 OK 好嗎